那大家现在都看得到这个QR Code吧 这个QR Code才是主角 那大家现在如果连得上网路的话 那就麻烦扫一下这个QR Code 如果扫不到QR Code的话 我把它放大一点 如果扫不到QR Code的话 麻烦就是进入slido.com 然后输入509 然后不用输入 那不管是用哪种方式 都会进入一个叫做slido的论坛 那这个论坛有两个特别 一个是说它是可以匿名的 或者是用笔名来发问 因为我们知道说 在很多的老师的课堂上面 如果你要学生举手发问的话 那通常在一开始 就是要打破这个沉默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快下课前的五分钟 忽然所有人都有问题了 那为了就是这种问题的 就是提问的不均值的这个情况 可以缓解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匿名的提问 那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开始问我问题了 它的第二个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为彼此的问题按赞 按的赞的数量越多的 它就会越跑到前面来 待会儿呢 我在开场五分钟之后 我就会首先来回答 就是按赞数最高的问题 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 花一些时间想一想 要问什么问题 以及帮彼此的问题按赞 以及如果你发现你的问题 一直没有浮到上面的话 就可以帮旁边的人这个 讲一讲说 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像我们一起来拉票 这个揪团啊 然后一起把它的这个顺位 把它推上去 那这个呢 其实也是我们在教学现场 对于就是学生使用手机 我目前所发生最好的一个做法 就是把手机变成教具 因为你连续一个小时 要跟学生手机抢注意力 是一定抢不赢的 那所以呢 唯一的方法呢 就是一开始 请学生扫的QR Code 然后把它的手机 征收过来 因为在slivo的界面上面 有按赞的地方 所以不要说学生啦 他人也一样 就是我们如果 有些人啦 就是如果二十三十分钟 看不到一个东西 可以按赞 有时候手会就开始发抖 会有那种戒断的症状 所以呢 就是你可以 就是让他按赞这个冲动 变成就是在教室里面的一个 教学的一部分 那另外就是说 如果有些人 这个部 就是在老师讲话的时候 稍微在底下吐个槽 这个他心里也是不太过得去 那但是因为我们有最新留言 也会显示在萤幕上面 所以大家随时都可以留言 所以以上呢 是我们这一个空间结构 那时间上面的话 我是到十点半 到十点四十分 到十点四十分 OK 所以有整整一个小时 那所以我们就 点一下网络 就要点哪个网络 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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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你看一下 你看 你看 已经有四十个问题了 好 那而且你看 还有些程序东移 那这个就是我最喜欢 slido的地方 就是说在线上 直播的 看直播的朋友们 他们也可以 就好像在现场一样 知道我们 就是目前的 讲的对话状态 那所以直播的朋友已经说 音量调到了最大 收音真的是小了一点等等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请我们的直播人员 看是不是在 你们的这个 OBS设定上面 把那个 就是 音量轴 好 已经改了 所以你看 立即的调整 这个就是有程序东移的好处 如果是要 就是没有这个 最新问题在底下 而是只有 大家推上去的话 那我们根本 没有办法知道说 直播的音量 这个 就是有问题 那所以如果直播 看直播的朋友 有发现音量已经解决了的话 待会也麻烦在 slide上面 来让我们 告诉我们一下 好 那还有没有什么 程序东移 没有什么程序东移 目前就是这个 36票的 现场麦克风声音 好 那我们假设这个 已经解决了 OK 那 又有个7个人 好 为什么总是有人 问衣服呢 好 OK 好 OK 那我们就 从这个 顺序最高的 开始回答 有61位朋友们 想要问说 台湾对于科技的教育 是不是准备好了 这是一个大灾问 我很荣幸 有参加过 新科康的 课程发展委员会 那我们在客发会的时候 对于 就是自拍服务公号 三面九项的 这个素养 有过非常深入的 一个讨论 当然总纲的时候 我比较没有进入讨论 我是到领纲的时候 才进来 那但是呢 我们就看到说 在素养导向的教育里面 我们对于科技的教育 其实重点 倒不是说 你要教小孩什么 而是说 小孩如何去融合 包含媒体的素养 包含自动讯 运用的素养等等 这些都是三面九项里面 被放在同一个互动的素养里面 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说 不是为了科技而科技 而是为了接触 跟自己不同的人 好比像说 在所在的地方不同的人 我们的潘文中部长 所在的地方 跟我们不一样 或者语言不同的人 或者他习惯的沟通模式不同的 有些朋友 习惯是用讲的 用听的 有些朋友习惯是用读写的等等 这里面所有的这些科技 甚至包含我们现在 国家语言发展法 各种不同固有族群的朋友们 各种外语的使用者们等等 你都可以透过自动翻译 透过即时的口译 透过现在 我们这个每天 下午四一四十几游会 大家都可以看到 台湾首语 果然是国家语言 等等的这些部分 都可以透过科技 让大家能够 即时的来接取 来增加它的亲和力 增加它的accessibility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们准备好与否 取决于我们心态上面 到底是为了科技 去迎合追求科技 这个就是还没有准备好 或者是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自信 是我们想要达成一个 怎么样的社会 怎么样的一个环境 然后是用运用恰当的科技 appropriate technology 来配合我们 那我们越有后面 这样子一个自信心 我们就越准备好了 来一起用科技 进行学习 那我想这个才是 我们当时三面九项的一个初衷 那有四十一位朋友 支持台南时钟的 这样子一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知道唐振伟 有非常特别的修修历程 而且也支持 而且参与了新课康的更动 那我期许所预见的 108课康的孩子 将会拥有怎么样子的 竞争力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大家可能知道 我有到一个叫做 博恩夜夜秀的节目上面 那曾经对于金正丽 有过一番论述 我们在国教院的 就是双语的那个网 就是Term N-A-E-R 的这个网站上面 就是国教育研究院双语词汇 的这个网页上面 如果你去 在里面去搜寻这个 competence 或者competency 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在所有的学科里面 它都翻成核心能力 核心职能等等的这些 只有在我们 资讯科学界 在十几年以前 竟然而把它翻成竞争力 而且这是一个 翻译错误 因为competitiveness 才是竞争力 competence 是核心能力的意思 那但是呢 因为我想我们 资讯科学界很不幸的 就是尤其在世界20年 话语权比大家 都稍微大一点 所以呢 在这样子翻译完之后呢 很多的坊间的商业杂志啊 很多的甚至包含一些 教育的这些书看啊 都开始使用这个 错误的反译 把competence翻成竞争力 那就会变成一个 有点好像混淆的情况 因为competence 其实是大家组对打怪的能力 各司其指令 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 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competence 大家的competence 凑在一起 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它主要是在团队里面 合作的那种核心能力 那但是呢 我们把这个团队 跟团队之间的竞争 市场上面的竞争 把它竟然用在 人跟人之间的互相比较上 那就是因为这个翻译错误 让大家有一个 就是我觉得 不是很健康的一个 学习方法 所以当时呢 我们在星特纲的课发会 碰到competence 这个字 我们要怎么样 把它扭转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采取一个 矫枉过正的做法 就是把它翻成素养 那素养的意思 其实说真的 我们问十个人 十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联想 这其实 并不是一个我们常用的字 但是 它事实上就是 core competence 里面的 那个competence 我们特别要强调说 它是内法的 你越有素养 你越会了解到说 你自己可以自己 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 可以自己去找到 各种不同领域的朋友们 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在过程里面 去把它不同的立场 综合成共同的价值 也就是共好 那这三个做得越习惯 就变成一个越有competence 越有素养的学习者 那所以我觉得 在新客康底下的小孩们 我想就会知道说 竞争那是团体 跟团体之间是有竞争的 但是在一个团体里面 尤其共同学习的团体里面 人跟人之间是只有合作 只有互相补充的 那这个对于竞争力的一个重新诠释 我觉得就是新客康对我来讲 最重要的一个精神 也是能够纠正我们 有55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在国小的阶段 请问视讯的教授 是智慧成为常态的教育 又有一个临时动议 临时动议说 可不可以请我讲慢一点 OK 那我没有办法讲慢一点 但是我可以在逗号多听一下 这个是我能够做的这个调整 因为我在讲一句话的时候 如果会讲慢一点 我的思绪就会中断 我思绪中断的话 我就不知道我接下来要讲什么了 但是我可以在逗号的时候 稍微放慢一点 希望这样子部分参采 这个网友可以稍微跟得上一些 好 那我们再来一次 提问 在国小阶段 你认为视讯教学 是否会在未来成为常态教育 甚至取代实体教育呢 我觉得它会成为常态 可是它不会取代实体的教育 我们在视讯上面 我们还是要有那个 驯后的来源 如果没有那个驯后的来源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 每个人就只有一个头而已 每个人只有一个头而已 虽然隔着视讯 我们刚刚说见面三分情 但是视讯最多只有两分情 是因为戴了口罩 所以实体变一分情了 我们才会觉得视讯好像好一点 那但是事实上视讯怎么样 都是只有两分情而已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视讯它的这个显示科技 它没有办法让我们有一种在场 共同在场的一种感觉 因为你就知道说 刚才教育部拍部长 他人是一个立体的人 他不是一个二维的人 那或者是说即使你用VR 或其他的网纱投影等等的方式 那刚刚的那一大堆这个面 我其实已经看了 觉得真的是面面俱到 我们一包也送不过去 所以说如果没有这个 共同的临场感的话 其实人跟人之间的这个 互相情感的连带 report就很难形成 所以我们后来是透过什么方式呢 我们因为我远去办公这么久 我后来就归纳出三个小窍门 也是跟大家分享的 一个是说你事前就要订一样的食物 现在有外送 所以其实是很容易的 而且呢 这个全台湾都有一些连锁点 比方说披萨之类 那我不是推荐吃披萨 我不是营养食 不要都不错 但是就是像这样子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容易取得的食物 那容易取得的食物呢 当然就是在 如果在全台湾都要能够取得 就没有台南的那么好吃了 就是需要打个折扣 但是即使是这样子 就是大家在荧幕前面分享相同的食物 这个就可以把这个一分琴 慢慢开始提升到接近两分琴的程度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是要用非常低延迟的 声音的收音的设备 其实影像不是重点 我们常常看很多外国的影集 那它甚至它的字幕出来的时间 都跟那个声音的时间不太一样 但是呢只要它的声音的那个表情 你能够充分的感受到 其实你还是知道它在讲什么 即使它已经是一种外国语言 那更不要说我们现在在讲的是 大家大概都听得懂的 现代汉语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大家如果声音的表情能够接受得到 没有断断续续 或者逗号停顿过少的问题的话 其实视讯的解析度就比较不是重点 但是如果声音很吃力或者声音跟不上 或声音让人觉得很遥远的话 那你就会很容易地盯着那个镜头 试着去读它的唇语 但是很不幸的是 在二维的声音跟影像不同步的 这个不完全同步的情况下 我们就很容易脑补 就是说你盯着这个荧幕上面的那个小方块 但你又看不到维系的表情 就很容易脑补一些东西 就会你已经跟那个人很熟 不然脑补就跟做梦一样 大概都是错的 就是自己的幻想的投射 那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反而会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拉远 因为它本来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它也不是在这个情感状态 可是因为声音收音不够好的关系 那看的人把那个情感状态读进去了 所以如果可能的话 最好有一条单独的网络的频管 或单独的收音 专门就是处理语音的这一块 而视讯不同步 或者视讯的频管有限 这个都无所谓 这个听起来是非常基础性的事情 可是我们每一次开会能不能达到共识 几乎都是取决于远去的收音好不好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第三个呢 就是像slido这样子的即时互动的情况 因为不管是食物好不好吃 收音好不好 其实我们在开始讲第一句话之前 其实都很难知道 所以有这种提出程序动议的地方 但是又让这个程序动议 不会占掉大家大部分的视觉焦点 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一个最新问题 但是在这个排名是有三个最高的投票 那这个也是涉及过的 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及时提出 说我现在没有办法良好的收集到这个实际世界的讯号 但是在平常的时候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一切都很顺畅的话 大家注意焦点还是停在上面 这样子 而不是在说我为什么吃素啊 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些议题上面 所以底下就可以变成一种闲聊区 正常能量发现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是程序动议还是由他扶了起来的时候 所以大概就是这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透过食物 透过可能饮料音乐等等东西 让不同的人有相同的生理经验 那第二个就是说 把收音给他最多的频宽 让他最低的延迟 那第三个就是要随时有提出 程序动议的一个地方 所以是很具体的 把这三个跟大家分享 这样子的话 视频就可以成为实体教育的补充 可以成为它的增幅 而变成常态教育的一部分 那有58位朋友们想要询问说 面对家长的疑虑 说数位学习会成为网络成瘾的危险因子 我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网络成瘾的这个问题 就是你越接触网络 时间越久就越不是问题 只有就是在一开始 就是接触网络 还觉得说很新奇的时候 很容易受到演算法的影响 然后 掉进这个 就是一直在滑手机的这个 我们叫做多半按回路的循环里面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网络 好比像说你在看直播 或者是说 大家现在在用slido 或等等 你都是先有意识的做出一个动作 看到这个动作的结果 这个结果是 好比像你问问题 我会回答你的问题 是跟人际的互动 那你一旦跟人产生一个 一个稳定的回应的这样子一个循环的话 那心里就会感到踏实 那也就没有成因的问题 但是呢像就是 我就不特别点名的一些 需要一直滑的社群媒体呢 那它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因为你每次滑的时候 都像转扭蛋一样 完全不知道 会看到怎么样的东西 所以看到的东西 好像也都没有办法 形成一个很稳定的人性的循环 所以呢它就会 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说 好像每次吃都吃不饱的这个食物啊 那每次吃之后 你就更饿一点 或者说喝一个饮料 喝了就更饿一点 这样子就会进入成瘾的这个状态 所以大家可能知道说 我在用 这好像不点名都不行了 Facebook的时候 我会用一个叫做Feed Eradicator 那这个是我 就是在每一台电脑上面 每一个浏览器 都会装的一个东西啊 那Newsfeed Eradicator 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Eradicate 大家顾名思义 就是把它全部清除掉的意思 Feed Eradicator 就是把Facebook 喂食你的那一部分 就是不是你有意识的要看 然后但是你被动的在揭取的那个部分 全部都把它清掉 而且清掉之后呢 它还会换成这个某一位名人的某一句名言 那这是乱数出现的 所以今天是阿德的 True freedom is impossible without a mind made free by discipline 如果不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一个心灵的话 就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自由 非常的励志 那总之就是你也可以自定这些名言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说 当我在用Facebook的时候 我用的就是像用浏览器 我用搜寻情一样 我是一定要先有一个intention 我要先有一个想做什么 然后我再点开一个人的profile 一个人的page 我再去做搜寻 我再去跟随一个hashtag 等等的这些 但是我就绝对不会看到出乎我意料的部分 因此当然也就不会进入一个成名的状态里面 所以我想就是你在揭取网络的时候 可以去看说到底哪些部分是主动的 哪些部分是被动的 被动的部分 就像我们可以安装一些打垃圾性的软体 或规则一样 你可以把它挡掉 那挡掉之后你就变成是你来使用网络 而不是网络来使用你 那我想这件事情 我们接触网络越久的人 当然就越了解 但对于刚刚开始接触网络的人而言 可能不是很知道说我们有一些像戴口罩这样的东西 可以去避免这种成瘾性的流感 病毒进入我们的眼帘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帮忙宣传 或者是帮忙 试着想新的创新的这个部分 有60位朋友们想要询问说 今年的教育预算为2940亿 前瞻预算所供给的仅100亿 这样子的预算的落差 是不是真的能够推行科技教育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前瞻里面 其实很多在做的是想宽品人权这样子的活动 这个并没有特别算在教育里面 而是放在好比像说像NCC等等的这些栏位里面 那个量就是非常的大 那更不要说股居的那个标金 实际上是 好还是没有教育预算那么多 但是一半了 就是很多钱 那那个也会用在就是宽品阶取的普及 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的宽品人权 就是即使是在玉山你都可以收得到10Mbps 也是499吃到饱 你也可以开直播 而且还比较快 因为比较少人跟你分平宽的 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建设 所以我们在基础建设并没有特别分教育或者不教育 但是就像刚刚讲的 我们刚刚的那个低延迟 很多人都可以连得上高的解析度等等 这个都是全民去共享的 那这个也是很有道理 因为我们师信阳才的这个概念 其实就是要培养终身的学习者 所以也不是说他离开国教阶段或高教阶段之后 他就用不到我们的线上学习课程了 事实上这些摩克师啊 这些大家录的这些影片啊 这些互动的讲堂啊 成年人、重年来人、老年人 也花非常多的时间在上 甚至是台湾所制作的这个教学的影片 外国人也趋之入 好比像说我们最近有一位摩克师的网红 就是我们的 看一下 TaiwanCanHelp.us 里面的头牌啊 这个名师 我们流行病学教科书的作者 陈建仁老师 那他的这个 The Coronavirus Crash Course by Taiwan Vice President 陈建仁 在好好上线之后 就不但有英文的字幕 现在有英文的翻译 有各国语言的翻译 各国都想知道说 台湾模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有一位就是 不但是我们副总统 而且是在SARS的时候 有非常多具体的贡献 而且就是还在国际企业的文化上面 有非常崇高的地位 但是又让这个一群年轻的朋友们 帮他设计了一个非常cute 非常让人一下子看了 就停不下来的 这样子一套 现场学习课程 我觉得就是 我们现在这一套数位学习 达到终身学习的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典范 我自己也有休止坦克啊 有空的 真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个在这个R0 在时间为0的时候 一开始出十几分传染数 怎么要透过一系列的介入 而能够把这个R的值降低啊 那这样大家就会发现说 在CECC记者会上面 讲的那些东西 你都可以想得出更好的做法 这个时候就直接打1922 这些做法 就会变成明天记者会的题材 另外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的一种集体的社会创新 是奠基在终身学习上的 而终身学习是奠基在 我们刚刚讲的宽品安全上的 那这些我们多的预算 包含5G的标签的预算 都非常非常的多 那所以我觉得各位在教学现场的朋友 事实上是在应用层去使用这些底下的东西 而不是说好像我们专门直播一些5G的频谱 给教育使用 因为教育按照新科康的精神 已经是终身学习 终身都要实行量参量 有58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面对未来的产业需求 我们希望能力是像水一样能够适应各种环境 面对困境的时候能够从容不过的应对 所谓的软实力 而郑伟觉得我们可以 怎么有系统性的培养这个能力 或者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 当然大家可能知道说 Taiwan Can't Help 我们这个已经三年快四年了 这个新的外交的基调 其实就是想要把这个软实力升级 成为所谓的暖实力 那暖实力的意思是说 我们先去看对方需要什么 对方如果是需要是农业的医疗的数位的等等的 治理环境的等等的这些部分 是以他所缺少的部分 然后呢我们去送暖 那我们去帮忙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知道说像刚刚那个 就是把面推过来 就是一手把面送给对方 这个时候 其实你完全只从静态照片的话 看不出是哪一边在送谁 所以这个也告诉我们说 在你送暖的那个时候 你也同时在向对方玩耀 向对方学习 因为对方实际碰到状况 跟你之前以为自己会解决的问题 一定不一样 一定有这个落差 那就好像说 台南的这个 好想工作室的吴展伟 还有江明总 设计出口罩地图的时候 在校局应用的时候 也没有人想到说 要是竟然会用就是不刷健保卡 就发号码牌的方式 让我们上面的库存资讯 根本就变成没有什么用 那所以在一开始 就是你想帮助钥匙的时候 反而造成钥匙的困扰 那当然就是钥匙 后来也变成这个 一起学习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不但它的营业时间 发号码牌时间 在地图上看得到 甚至钥匙的那个后台 都已经有 你按一个键 就可以从地图上移行 加一个引擎抖通的功能 这都是在钥匙的要求下面 开发出来的 但是当然现在也不太需要开队了 所以也没有什么这个问题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当你觉得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事实上别人也在帮助你去挑战你的知识架构 去让你能够更了解自己的这个学门 它的局限 然后以及去看更多跨领域的知识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软实力 就是互动达到共好的这样子一个实力 比起传统上所谓的软实力更重要 是因为它是让每一个我们正在帮助的朋友 也帮助我们 也成为我们这样子的老师 那我觉得我们有系统培养这个能力的方法 当然就是认识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诶 有一个程序东盈啊 说咬字还要再清晰一点 大家的要求都非常的多 好 没有问题 我可以试着咬字再更清晰一点 对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培养这个暖实力呢 最重要的方式 我这样觉得好像变成了主播 这样的方式就是了解到说 我们说协同学习嘛 协力协作 协这个左边是共同的目标 就好像一个准心一样 那右边呢 是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力量 从我的观点来看啊 可能有发展经济的力量在上面 那有发展社会进步的力量在左下 以及发展环境的力量在右下 那所谓发展环境的意思是 为七代八代以后的子孙发展环境 不是为这一代的朋友们发展环境 它的时间尺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力量 大家都同意说 促进这个目标实践的伙伴关系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多的 国际上面的 所谓的暖石地的这些活动 都是在这些不同的力量 所交叠的这些部分 好比像说你要怎么样 同时促进经济 跟发展环境呢 你就是要有负责任的 生产消费循环 就是我们所谓的循环经济 或者说Echo Design 那又或者像说你要怎么样子发展 人跟人之间的彼此的互相连带 互相信任更加的寒荣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又能够去抗衡气候变迁等等 再来带来的一些灾害呢 那就是要发展有任性的 resilient的城市 那就是SDG11 永续成乡等等 那所以呢 联合国在2015年的时候 问了全世界大概一百多万人 说到底我们在2030年 要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我们怎么样把这三股不同的力量 能够让它结合 而不是彼此抵消 那最后就是169个 永续发展目标的指标 以及它分成17项 永续发展目标的一个分类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 培养暖实力有兴趣的话 那也很欢迎就是参考 我们这个永续发展目标的架构 它有一个国际的网站 在叫globogos.org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个 globogos.tw 大家就可以在这边 很具体而为的看到 这169项永续发展目标 是怎么样子做出来的 以及我们可以有什么贡献的一些方法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负责任的消费 它里面事实上还有非常多 好比像说叙实 减少食物的浪费 自然资源的永续的应用 公共采购 旅游 支持开发中国家 它的科技能力等等 都是在SDG12里面 那你每个按进去 就是一个学习圈 就是一堂课 而且就是一些 你可以马上就是做人运不如其而行 马上可以做的这个行动 所以因为这个问题 特别问说 怎么有系统性的培养 那我要分享的大概就是 用SDG为架构的这种 系统图的这种概念 有81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线上教学会有很有障碍 像是学生家中的技术问题 如果无法排除 就会产生更大的学习落差 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呢 否则像教训还是会产生数位落差 因为有的孩子们真的家里的支持度不足 教育或上位老师 可以怎么来解决呢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当然就是像我们的防疫 为什么要设置那么多的安心旅馆 也是因为说 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家里都有 你可以就是一个人一间房间 然后不跟其他人有 就是过近距离的相处 很多朋友们他们住的地方 事实上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条件 那所以我们在退行任何政策的时候 当然都要想说 那不是说好像这些朋友们 就是检疫的过程 就一定要不安全一点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你要规划一些 让它可以很安全的检疫的一些空间 所以同样的道理 也适用在我们的线上学习 就像我刚刚一直在强调说 我是远距上班 我并不是在家上班 这个概念真的是很重要 虽然媒体都说我是在家上班 但是我真的几乎都没有在家上班过 好 那所以呢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办公室 好了 可以有这样一种感觉 任何人都可以走进来 那这就非常棒 因为这样子的话 社交距离就从1.5变成了1米 那所以就又可以有更多人来玩 那在这个通风条件良好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所采行的方法 就是说任何如果你在创业 但是你要有很多远去的社群的参与 但是你没有直播的能力 或者你没有这样子的设备 或者是说你的品款不足 或者是说你的器材并没有足够好 或者是说你家里旁边真的就是太吵 就是有施工啊 或怎么样等等 我们都非常鼓励就是附近的朋友们 能够来运用这边的资源 它也不但有隔音相当好的地下室 那也有直播的绿幕的棚 那也有可以大家一起来做菜 而且做菜过程还可以直播出去的厨房 那所以我们就有很多长辈的终身学习 包含我们数位机会就是Digital Opportunity 也用这样子的一个场地 因为长辈总觉得说 因为他跟晚辈学了那么多东西 总是要一点回馈嘛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那你就端个炒米粉啊 什么东西就是到处方来 那我们上完课就这样一起吃点东西 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共同学习空间 而这个共同学习空间一定程度上面 可以让旁边的任何他自己家里的学习设备 或者频宽或者是技术能力等等不足的朋友们 很安心的在这边去进行我们数位机会的课程 或其他的需要线上参与的一些课程 那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就是全台湾巡回的时候 然后连线到大家的这个 对 就是十二个各个不同的部会 他们也是常常在厨房等等 就是透过这样整面墙投影的方式 还包含这个原住民族的族语小教室 包含这个族语的翻译 那实际上去听这个实际在地的民众的问题 那也是一定要透过slido去及时的回答 因为所有这些公务同仁们 在这次的疫情发生之前 他们自己的办公室里面 其实也非常像是刚刚讲的资源不足的地方 然后就是要镜头没有镜头 要投影机没有投影机 要频宽频宽还限速 然后这个爱台湾都已经被这个楼下的访客用完了 所以他要连线的时候就可以抽搁啊 等等的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数位体验的地方 让他能够很安心的来这边就是参加圆区的活动 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每一个都可以去实际看到说 这样真的对于沟通带来的好处 他才有这个动力回去去了解到说 那他的思趣秀趣罗伯号 是不是换成一个比较受讯好一点的电线商啊等等 并没有点名买的电线商的意思 但是等等就是你要给他一个诱营 说这样子真的是一个良好学习状态 他才比较有那个动机去说 那他去他的社区或者是他家里 或他家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他邻居家里等等的这些地方 都能够去有一些改善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种卫星空间还是非常的重要 那甚至是去借旁边的设备比较好的学校的一些教室啊等等 也是一个可以互相支援的一个方法 有74位朋友们问说 证文有说过 想做的事情都是无法完成的事情 所以想分享说 在脑中规划的AI愿景跟蓝图 在有生之年与百年甚至更久的未来 分别是长怎么样自己把我当水晶球在用 Anyway 那不像台湾的未来我也曾经讲过 就是在那个威亚路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的碰撞底下 御山每年就长个两三公分 那市场好像是有长到快五公分 但是因为就是整个整体的山脉事实上也会往下 所以加在一起 这个目前静止是好像加二公分每年 希望在场的蒂克老师我如果讲错了 可以其实在slider上面纠正我 那但是这个的意思 为什么我用这样子的一个比喻 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在刚刚讲的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环境价值 或者我们各种不同的文化 其实就是每次面临一个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会用不同的priority 不同的优先顺序去看它 有些人觉得就是社会的公平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觉得经济总体的发展是最重要的 有些人觉得你做这些都不能牺牲后代子孙的权利等等 这都是非常合理的观点 但是这些就一定会有激荡会有冲突 所以我觉得AI在我的理解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辅助式的智能 它可以像一个好的秘书一样 或者是一个好的空间的规划一样 把我们本来是很吵的 就是大家每个人都不是很轻轻的出别人在说什么 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分析说 在这里面虽然大家这个吵得不朽 但是大家其实有共识的几件事情是什么 把这个东西分享出来 就变成是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自己 虽然这个对一件事情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但是实际上大家的想法都是类似的 那这也是一种社会创新 那像我们这次的台美防疫松也运用了一样的技术 因为台湾人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然后要急着想要解决的问题 跟美国目前的疫情是不一样的 而美国那边有一些想法 坦白来讲在台湾是违法的 好比像说有一位朋友 在美国的朋友我就不点名了 他是说我们应该设计一套软件 让这个急诊不是谁先来就谁先救 而是说去计算这个人 他这个如果救起来的话 对社会的总体效应是多少 那这样子的话 当这个医疗资源满载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可以只救那些值得救的人 那这个是违反我们医师法 事实上也违反全力防治法 违反一大堆法律 那所以这个想法 虽然也许在美国有一些市场 那但是在台湾这边想的不用想 所以我们与其去这样子吵架 不如是说我们就是 请国发会的朋友们 帮忙去做了我们叫做 impact analysis 就是它的影响力分析 包含法尊的人权等等方面的一些影响 然后呢把这些亮红灯的踢除掉之后 剩下来的就是台美双方 都觉得是可以执行的东西 那在这些可以执行的东西的 这个界面里面 大家对于每一个想法 这是当年Uber进入台湾的时候 这个一个想法 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乘客的保险是非常重要的等等 那所以你就可以同意 或者不同意 然后你就会自动的 accessive intelligence AI就会把你分类到 跟你的见解 比较相同的这群人里面 但是这群人呢 人数不是重点 它这个面积才是重点 而面积是这个意见的多样性 就是这群人里面 他的想法的一个inclusiveness 就是你有很有用多少不同的声音 在这里面 所以即使你找五千个人来 每个人都投同样的票数 那虽然这个数字会增加 但是面积是不增加的 而我们挑出来的共同意见 必须要是说服所有的群組 所以我们每一次 像这次台美方运送 最近才揭晓 每次看到的形状 都是这个形状 而这个形状 我觉得就是在未来几年 AI可以给我们民主社会 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响 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现在如果看很多的媒体 爆章杂志等等 我们会以为说社会上面争议最大的 这几件事情 撕裂社会的这几件事情 是大家花最多力气去想的 但是事实上 绝大部分人对于绝大部分人的想法 是绝大部分认同的 而这部分因为没有什么新闻价值 所以我们大概就不太会看到 但是像POLIS 像折法系统 像Slido 或者像我们Join 就是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等等的这些设计 都让我们看到说 其实关于教育议题 并没有那么大的分歧 这个对话是一个真正的对话 它是在Bolling Green 在Kentucky 那他们的讨论 是不限制讨论界别 但是大家对教育都特别的关心 但是他们当地的 共和党和民主党 分割得非常的严重 台湾一定没有这个问题 那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在这里 却所有人都发现说 他们都同意一件事情 不管他是共和或民主党人 他都同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推行基本教育的时候 我们的STEM 就是科学嘛 技术嘛 工程嘛 数学嘛 应该要加入更多创造力的成分 那这四个都是很有创造力的学本 但是艺术也是具有创造力的学本 所以STEM 应该要在Bolling Green 这边他们认为应该要变成STEM 所以这个其实也不花什么钱 那市长如果统一这样子一种见解的话 他的支持率马上就上升 因为AI告诉他说 不管是哪一党派的支持者 都对这个艺术进入创造性的STEM课程 采取非常高的priority 事实上他们觉得 这是市政非常优先要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除非他们透过AI 去进行了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对话 不然谁会想得到说 在铺天盖地的这种 当时好像就是弹劾案的那个时候 大家事实上是对于像教育里面 艺术的重要性 反而是大家觉得最应该有钱做的事情 所以这种就事论事的公民社会的这个养成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且这也是根本要完成的事情 因为当我们真的打这个艺术加入STEM之后 那大家自然会还有新的问题 还有新的问题 就像我今天演讲 像一些200个问题 是绝对不可能回答话 是一样的道理 那所以这样子的过程 我觉得就可以不断地 就是持续向上仰望星空 就是每次各种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事例 互相激荡 也会有一些争吵等等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透过AI告诉我们说 他的价值事实上是越来越凝聚 越来越一致的 那这个就可以在有生之年 或甚至更久都可以再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有一位朋友 这个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quote 说 AI是帮人解决问题 但是AI并不是发现问题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 就是说 assistive intelligence 毕竟是辅助式的智能 我们是先理解到 大家彼此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透过AI来解决它 而不是说 AI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生活方式有问题 然后我们应该要去配合 AI 完全不是这样子 那样子就不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那样子 有了六十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目前在国小里面 教师对于资讯科技的了解和应用能力 普遍比较不足 我们都知道资讯能力 软体能力强的都会到科技业界任职 没有啊我就在公共行政界任职 教师如何去吸引增加这样子的人才的投入 没有好的师资啊 如何推动科技融入教育 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这边要讲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说数位素养啊等等 它的意思其实并不是说 就是面对机器的那种能力 不是真的是去就是研发新的硬体啊 或者是让这个酸力提升啊 这个让这个散热变得更好啊等等 这些都非常重要 但是那些是面对机器的 不是面对人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其实不是很认同 但是我尊重 日本人把我称作IT大臣啊 因为我是数位政委 我在做的事情 严格来讲并不是IT或者ICT ICT是我能够做这些数位应用的一些限决条件 但是它也并不是我专注的一个项目 也不是我非常擅长的项目 我说真的 我比较擅长的是在现有的ICT基础上面 集合大家的力量 然后协力去创造出现的应用来 那这个就是叫做Digital 这个叫做数位 所以这两个是两回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 就是擅长跟机器去沟通 然后去改进这个系统效能等等的朋友 他本来就是应该在业界 因为这个是他们的工作 而且他们也非常工作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不是这些朋友的工作 我们也不能说宽品是人权 偏向任何地方都可以499吃到宝等等 都是这些朋友的工作 但是我们并不是要这些朋友们真的进入教育现场 因为教育现场就像我刚刚讲的数位应用一样 它是在应用层 它主要面对的是人 它主要面对的并不是机器 所以我会觉得说 重点还是就是 好像那个夹子电动大乐队有一句话说 技术问题解决了 艺术就出现了 所以重点还是说 技术问题要怎么样子解决 那我在入阁之前 我有六年的时间 都是担任专案顾问跟苹果的Siri的团队来合作 那苹果有一个很好的文化 就是说如果使用者不喜欢我们的系统的话 一定都是我们设计师的错 永远不是使用者的错 是我们要去配合大家的应用情境跟应用习惯 绝对不是说使用者要来学我们的指令 要来学我们的操作方法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在跟技术人员沟通的时候 可以采取的一个很好的态度 就是说其实技术人员要的是 你很明确的把你想要的那个情境勾勒出来 他要的并不是说你就变成了技术人员 然后就在那边去就是coding他去做什么 大家学习coding是学习那个运算思维 就是把问题大的架构的问题 拆解成一个一个可以彼此就是同步运算的事情 这个是对思考很有帮助 但是并不是说大家就要立刻变成系统工程师 就像我们学法律素养是为了要保护大家的权利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变成我们的法规会的委员 或者是立法委员一样 不是法制作业人员 这是完全两回事情 但是也不能稍微会议 因为不然的话自己的权利就难以去保证了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大概两个方式回答 就是第一个是说 你不需要这些人才变成你的教育现场的全职工作者 这些人才就像我们这个陈千仁副总统一样 其实在线上都已经录有非常非常多的 很多是抛弃到著作权的这些学成 那这些学成 这些实际的解决问题的朋友们 甚至包含像我们口罩地图140多个作品 你都可以把它看成140多个页势 他们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在让大家生活更方便 那你对他有一个提案 有一个想法等等的话 他会很乐意的去跟你分享 但是不是他走到你的校园里面 而是你进入他的那个写作的那个平台 像我们大概都是用G20V的Github 或者Swag这些平台 所以进入对方的这个空间 去跟对方学习 但不是把他们挖进教学现场 在教学现场 因为我们在教学现场的重点 还是去引发学生自己的好奇心 引发学生自己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 所以我想科技融入教育 还是以科技的这个逻辑去发展 让教育更方便的方法 但是教育本身是一个专业 并不是我们看到科技界很专业 所以我们就要变成好像我们都要去学Coding 并不是这样一回事 大家要掌握computational thinking 但是不是说要像算盘一样思考 而是说要像设计算盘一样思考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 有69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在公开平台的聊天室 要求以真实姓名来签到 有没有侵犯网络的匿名性质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网络当然是匿名的 你在街区上网络的时候 每个人只是有一个IP的地址 它是没有把你的实名去放在上面的 但是当然每一个网络空间 可以有不同的要求 好比像说我们希望很快可以即将上线的 那个就是公投的联署的线上平台 那个就是要求实名的 因为你如果不要求实名的话 随便哪个联署案都会立刻排入公投 因为你就可以开非常非常多个假账号 那那个你说有没有侵犯网络的匿名性质 并不是这样子 因为它是运用网络的一些 好比像说你在远距去进行身份认证 自然评证等等的这些 我们透过数学在网络上面 因为在架构出一些新的物理空间 但是我们是把这个实体空间的规则 好比像说你实际在填那些连属单的这些规则 把它重现在网络上面 所以这个透过数学去把这样子的东西 用加密演算法的方式在网络上重建 它并不是用网络的底层的匿名的规则 它是在网络上层重新建立一个应用层的 相当于我们实体的这个规则的规则 那这个本来就是网络的开放性 这叫end to end principle 就是说你在网络上面架构一个 什么样子逻辑的空间 只要有人愿意进入你的这个空间 你们两个说了算 网络的底层并不会去干预你去营造一个 自己这样的空间 这也就是为什么像比特币啊 以太坊啊等等这些新的 就是我们叫演算法治理的一个架构 能够去发生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介于匿名跟实名中间 它还是有身份 但是这个身份是透过你的算力 或者是你在这个网络里面的stake 就是你的利害关系来决定的 那所以这些大概都没有侵犯到这个底层的匿名性 以上是一个完全基数性的回答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在真实性命前套到底是什么状况 但是简单的讲就是说 如果你在实体世界本来就有这个规则 你把这个规则翻译到网络上 并没有侵犯网络本身的这个规则 有的时候你们想要知道说 线上的教育平台 例如英才王是不是足够让孩子学习的 我们说学无止境 所以任何教材都不够 那我在自己在十三四岁的时候 那时候是做中小学科展 可以说是中小学科展是导致我辍学主要的原因 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做中小学科展 所以当然一方面其实获得保送高中的资格 因此本来就不太需要去学校 但是二方面就是说 因为做中小学科展的关系 所以就认识了国外的很多研究的团队 那他们那时候都把还没有同财神月的论文 就已经发表在网络上叫做archive 那那个网站现在还在 事实上已经各个学员都有自己的archive 就是所谓preprint 就是你还没有送交期刊之前 先让乡民们来提出一些意见 那archive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说我觉得也是因为中小学科展的关系 这变成我第一个认识的网络论坛 就是不是DKAR 没有当时没有DKAR 不是这个PTT啊或者其他的这些BBS 而是这种BBS 那它跟DKAR或者其他BBS也是很像 就是它有很多讨论版 那所以像当时我在做的当然是computation language 然后跟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所以这就是两个版嘛 就是CEO版跟AI版 那这些版上面一样啊 也是有很多贴文 只是它贴的不是废文嘛 是论文的 然后那我就是整天在那边读论文 那读了论文之后 发现跟我的研究方向像契合 那我就会开始写email 去这个问这些作者说 你在这边写了有这样的应用 我想要做另外一个应用 我觉得你写了有些问题 大部分时候都说我有问题 但是这些作者呢 因为他们当时网机网路 才刚刚有去做资讯网 他们看到有别的研究者 愿意写信来问他最新发表的论文 每一个都是跟 就是好像被推文的那个原pro一样 非常高兴 都非常愿意的具体来跟我对话 整个英文也没有很好 那所以我就到那时候 我就把这些对话的记录 email啊来往等等 跑去找我们校长 就是北正国中杜惠云校长 然后说校长你告诉我说 我要念高中是我要念大学 要念大学是因为要读研究 我说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很喜欢AI的 或是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这些学们 我很敬仰的这些教授 如果要跟我一起做研究的话 我要成为他的研究生 或者博士后呢 这个中间有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还是要把博中读完 但是你所说的这些教授 昨天就回我email 那我们就已经一起在做研究了 所以说你本来说服我的理由 似乎不在存在 那校长其实听一次就听懂了 所以他就想了一分多钟 然后就说那你明天就不用来了 所以这是在校长的保佑之下 成功突破了当时的强迫入学条例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是为什么我对公共行政的创新能力 他们有信心 因为我从小碰到的是非常有创新能力的公务员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像这个校长 当时杜校长 他给我一个深教 就是说他永远不会觉得说 他手上的资源 就一定百分之百能够符合小孩的需求 他会觉得说他能够做到的是这么多 那做到这么多之后 他还可以再做一步 就是他就说那你除了断考的时候 还是要来交个白卷之外 其他都时间就是等于放放我自由 那所以我想这个就是 鼓励我的这个自发的学习的能力 如果不是当时校长这样讲的话 毕竟是有法令约束的 我也不可能真的去错学 然后去创业 然后真的就开始跟其他学者一起发paper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们作为大人 或者作为教学者 我们可以很诚实地跟小孩说 就是我懂得到这里 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可以跟你一起学 但是有一些我真的不懂 那我这个时候 我可以给你的是时间 那所以这是为什么 新课法里面有那么多 这个自主学习啊 或者是家政家伙 里面让小孩自己决定方向啊 等等的设计 我知道大家都很不习惯 但是就是慢慢埋着 总有一天会习惯 OK 那有62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正文在非智识的体制下的教育环境学习 数列一个非常成功的点 然而不同学校的途径各有优缺点 觉得我们想要走出自己学习 动物的成功因素有哪些哦 其实我也不是在家自学 我也很少在家 就像我不是在家上班一样 就是我初学之后 其实我做的第一件事情除了创业之外 就是我在学习上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立刻跑去旁边大学旁听 那而且当时的旁听的课程 老师对我都非常好 因为我就是会问一些 让他们觉得很有挑战性的问题嘛 那如果我问了这些问题 发现老师这个教授脸色不善 我就不旁听他的课就好了 我又没有学分 我不欠他什么 所以总之就是我到最后旁听的 都是非常擅长于就是透过对话 透过共同思考的方法 它也让学生能够来一起去指引 他的课程的方向 那当然很多都是社会科学 哲学人文等等这些 需要讨论才能够理解的这些课程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在新课纲的精神底下 其实也并不是说 好像说实验教育跟教育实验 好像是截然两分 事实上这两个已经是非常吸收合作的 在实验教育的这边 很多的场地 教学资源 教材教法 共同观课备课等等 都已经是跟体制里面的教育实验老师 是已经共同一起做了 那同样道理 在做教育实验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实验教育这边 看作是R&D里面的研究的部分 就是说这边研究出来的 有些就是你知道不要这样教 因为会爆炸 那或者是说有一些 这边研究出来 那你觉得不错 那我们就把这个融入进来 因为现在大家 运用这个校本课程等等 都可以去把本来是在 比较实验教育这边 或者社团 地法节课等等 把它引入到 各位的这个学校的 课法会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双向交流的 这个体制的设计 当然我们在新墙上设计的时候 是放在那边 但是要怎么样子去充分运用 我觉得也是今天这个 博览会的意义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你要运用的时候 你有哪一些先例可以参考 那你参考的时候 不一定能够挪用 至少你知道说 如果你往这个方向努力 如果卡住了的话 可以去找谁啊 所以我想成功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一个这样子一个 共同支持的一个社区 就是每一个人 试着一个不同的方法 但是都愿意把它 不管成功或失败的地方 分享出来 那分享出来之后 所有这些教学的场域 就可以彼此之间 互相支援 以我的理解 好比像说 以永续发展目标 为重点的这个大学的EOS R 现在也很多 开始跟高中端 甚至是国中端 开始互相结合 那这个就已经打破 我们以前说 那个Advanced Playment AP的那种概念 而是真的是 跨年纪的 甚至是跨不同的 示范体制的 就是高教 国教 各种不同的年纪 它是可以用 解决相同的地方问题 来去把每一个 不同的课程 它只是碰巧 都跑到了同一个地方 解决同一个问题 但是在不同的学校里面 还是算不同的课 不同的学分 等等的这种方法 去进行 地方学的这个工作 和地方创伤的工作 有67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目前台湾的教育 还是以竞争为主 往往透过执笔的测验 来分出高低 可以说是最不公平 也是最公平的方式 想请问政委去竞争化 并且以其他方式代替 会是台湾发展的趋势吗 是我完全认为是这样子 就像我刚刚讲的竞争 是团体跟团体之间 并不是个人跟个人之间 个人跟个人之间的竞争 确实是非常没有帮助的事情 因为它会让自信建立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 就要比方说 你考了第二名 那你一直觉得你是第二名 有一天第一名转学转走了 你就变成第一名了 但是你成绩有因此比较好吗 完全没有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虚幻的 而且非常不稳定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说 当然我们长期 因为这个 competence 被错误的翻成竞争里的关系 这个可能还一时之间 在家长或者老师的脑里 有点挥之不去 好像说 大家一定要在同一个轨道上面跑步 然后分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这种感觉吗 但是心肯定的精神 真的就是让学生因为他的兴趣 他自己找到他想要解决的 可能永续发生相关的一个问题 然后他就一转身就跑往那个跑道 他就赢在起跑点 因为没有别人跑那个跑道 但是他往那个方向跑的时候 他可以看到各种不同地方 不同年纪 不同领域 不同文化的人 都也在跑向相同的地方 去解决那个相同的问题 所以这个才是他的学习圈 而他本来的同一年级的朋友 或者就是其他的 我们叫做 在实体世界里面的邻居 因为现在讲社区跟社群 都要很小心 是讲线上还是线下 实体社群的邻居 就变成是 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的受益者 而不是跟他分出第一名第二名的 竞争者 那所以我觉得还是找到具体的 对大家有公共利益的问题 这件事情 只要你能够把班上的几个同学 能够带出这样子的风格来 大家就会发现说 跟他彼此比较完全没有意义 因为大家在解决完全不同的问题 那这个也是很奇面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往这个方向去想 有一个18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现在教育现场 常常把课本内容 或者一段上课的影片 放在网路上面 要学生上网看 这样子就叫做上一号 自主学习 下一号 科普对自主学习去做更好的诠释 以及老师该扮演的角色 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就像我刚才讲 杜卫平校长来讲 我觉得这种身教 就是在一个重要的决定出现的时候 在一个你没有碰过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在这个因为防疫的关系 所以可能整个博览会要取消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非常有灵活的 去弹性的去应变 然后去说 没有啊 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化为危机 就是以危机作为转机 去做到一个更好的 我们平常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来挑战我们的话 我们根本不会做的 这样子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判部长的表情 也看得很清楚啊 现在没有大家觉得 说这个可能会抽格啊 可能会模糊啊 可能会对长官这个不尊敬啊 根本都没有这些问题嘛 明明就很好 所以有一次的这样子成功经验之后 大家对于这样的新的教学方法 等等这个麻痹的感觉就会接触 因为很多人听到视讯的时候 他脑里面是五年前 或者十年前的那样的视讯环境 那真的蛮糟糕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状况 我们已经不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真的已经可以相当清楚的 去听到声音 已经一定程度的去看到表情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大家也可以去把新课纲里面 自主学习的那个桥段啊 当作对大家的这个考验 就是说你可以混过去 当然你可以混过去 但是其实老师承认说 我自己也有一些有好奇心的事情 我自己有一些想要解决的问题 我自己也有一些我搞不清楚状况 我根本不知道说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做等等 那这就是一个机会啊 我常说这个万事万物都有缺口嘛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所以像在这样子的一种新的课堂 对老师们的要求的时候 老师就可以很 就是论识地跟同学说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大家试试啊 一起想一下方法 那这个时候我想同学那个参与感 就会非常的非常的具体 而且同学就可以自己开始教老师说 如果是同学来设计这样子一个学程的话 要怎么样的方式来学习 那当然这个就需要引导讨论的技术 刚好有本书叫素养教室啊 就是在讲怎么样去教这个引导讨论的技术 那有一些数位的方法 像slido啊等等 大概也都可以应用在这样子的学习环境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自主学习是从老师开始的 是碰到一个新的状况 好比像说自主学习的这几堂课 这几个结束 老师自己发现说 那我自己没有很简单的解决方法 然后开始自主的愿意向学生学习 像其他有类似经验的老师学习 像我们今天博览会里面 所有的大家已经发展出自己一套思路的老师们学习 那我觉得自己成为自主学习者之后 你的学生看到你这样子做 他也会变成自主学习者 那今天就先回答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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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委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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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回答后面这个 其实像吴战伟 就是可爱地图的一个作者的好象工作室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那它是一个空间火化的案子 经费应该是科技补出的 你如果找好象工作室就会找到 那它的概念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你一开始确实就像你说的 并不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角落都有这样子的公共空间 所以呢你先不用去想它对所有人开放 它可能只是对一些基础团队开放 或者是它是对科技部或者教育部 其实也有自己的就是U-START 等等的这些团队开放 但是呢你在开放的时候你要留有一些公共空间 特别像说Coworking Space里面会议室厨房 跟大家都可以time share的那个就是小桌子 这些大概是最基本的设计了 那所以在一开始经营这个工具的时候 就先留下这个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进驻团队会开会的时间 可能就几点到几点而已等等 这个时候你就会有额外的时间 开始能够把它放出来 变成是刚刚所讲的包含在国教阶段的学生等等 也都可以来使用 我们自己在社创中心 也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发展 就是当时我们把大家集合在那边 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说这个工作空间 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大家觉得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厨房 这个我刚才已经讨论过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每天都要开到半夜11点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办活动 大概都是到五六点就结束了 如果你当时就关门就打烊了的话 那就只有在里面建筑团队跟办活动的人 能够使用这样子的一个设备 但是如果你愿意开到半夜11点的话 那不但就是散场的人可以留下来继续共同学习 它也可以变成像刚刚讲的这种 就是time sharing time shifting的这种 学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到那边常常半夜9点10点 都还有很多这个小朋友在那边 运用那边的课程 因为他们就是刚好那个时候是美国 就是西谷那边嘛 就是西安醒来的时候 所以他用那样子的机会去进行视讯的教学跟教育 所以因为视察的关系 所以开到比较晚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那我不是说一定要从全新的空间去打造 都知道那个要花很多力气要很多钱 而是旧有的空间 你用让他多看一些时间 以及多分享一些部分出来的这个方法 去enable它 至少它既有空间的平凡 总不会是有问题嘛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就像我们的那个就是媒体素养 以及自动讯科技素养 是融入教学 而不是单独乘客 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说老师在进行就是 共同观课啊 观课现在也可以线上 那共同备课啊 经营这样子一种 老师互相支援的社群的时候 你越多运用这种线上的共笔 好比像说很多人用Google Docs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容易上手的一个东西 很多人实际上是已经把Google Docs 里面的那个留言当作聊天室在用 那然后如果读学来的话 你就可以赶快按Resolve 就是全部收回来啊 就是说如果你就是刚好在讲其他的话 但我的意思是说 一个Google Docs 就已经可以有非常不同的应用 那更不要说我们线上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即使像Discord啊 像我最近历推的那个GCmeat 就是meat.pdis.tw 那个加在国网 那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连上去 我们资安处业 集合过说是没有问题的 比起某个Z开头的来讲 应该是资安上面是根本没有问题的 那所以就是大家养成 用这些免费的资源的习惯 然后在做您刚刚讲的这些 本来就要做的 教师的公共学习等等的时候 尽量多引入一些数位的元素 那这样的话 你才可以就是 在那一个实际使用的现场 知道哪些技术应该运用 哪些技术 其实是会帮到忙 那这个时候 我觉得这样子的素材的融入 反而别专门去就是挑一两个小时 大家就是在那边实际 试各种这样的技术 来得容易融入你的学习方法 大概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 有下一位提问的同学 我们请刚刚提问的同学 可以说一下自己的学校吗 我是台湾女中的同学 非常好的问题 看起来蛮成熟的 有没有其他的同学 或者是台湾女中这位 邓尹尹尼好 我是台湾女中一年十八班的同学 陈胜巧 我要提问的是 因为现在108课纲有设定国高中 都有资讯科技 嗯 证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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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对这部分也很感兴趣 那我自己 自己现在学习的是Python 跟CGI嘉义我也有一点点的了解 那像现在我奠定了这些相关的基础之后 像是证证您 你是用什么方式来精进自己的 程式设计的能力呢 或是有什么样的网站 什么样的学习方式 对自己的 程式设计的 学习方式会更好 谢谢 证证 通常 就是GitHub 这个网站 我想这个网站只要 用的比较熟的话 其实绝大部分的问题 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已经解决的方案 我们在 就是 其实幼稚园或小学的时候 虽然课纲没有说 一定要学程式设计 但是大概有事没事 都会去玩像Scratch 那样子的东西 那Scratch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 你都不用重头写东西 你在Scratch上面 就可以看到一大堆已经写好的 就是 大部分都是游戏 那 但是你对那个游戏里面的某个人物 某个角色 某个配色 某段音乐 有什么不同的想法的话 你就可以按一个键 你就Fork 就是你就分支出你自己的版本 并不是摧毁本来的东西 而是你可以开始进行改作 所以这种改作二创 因为我们实际上在实物界 如果你未来要 以写程式为你的工作的话 九成九都不是你自己写的 都是你拿别人写好的改良好吗 然后就上了 那所以我想在学习的时候 就好像我们在学外国语言的时候 通常我们是说 你就是直接开始讲 而不是说 你要先把文法都已经弄到百分之百了才开始讲 一样 我们在学生识的时候 也是以改别人的程式 甚至只是做出一行的修改 或者像我对那个东京都的那个网站一样 一个字的修改 那对方就会觉得说 这个 我的专业有人看中 非常的高兴 那你就可以借由这个 来交到很多新的朋友 那他们想要解决的问题 就可以变成你学习的一个动机 因为你就可以提供你自己 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见解等等 所以我建议就是在GitHub上面 就随机的乱逛 看到一两个 你觉得很不错的专案 就把它fork 把它分支出来 改成自己觉得更合用的单本 然后也要愿意提出你的fork 去让来自的赛作的这个团队 愿意把它合并进取代 这样子 好 我们时间非常有限 最后一个问题 等一下 一二三 圣公女庄的比较快就对了 好 森伟你好 教育界人士好 我是圣公女庄高的学生 那就是 我认为现在 使用网络的年龄层有 就是越来越下降的趋势 然后就是因为现在 很多人会从抖音 或者是YouTube上面 去看了很多影片 那前阵子有YouTuber 就是一群YouTuber 闯进热森电药园 也有小玉的那个 母主事件 那我认为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 拍摄者 为了博取曝光率 或者是点击率 而去拍摄一些 我们认为 比较浮夸 比较虚假的内容 那我想请问说 您认为 就是我们该如何善用 108课当中的 自主学习课程 来提升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 或者是还有什么 其他的见解 谢谢 谢谢 我想那个 McLuhan说得很好 不要讨厌媒体 要自己当媒体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说你看不顺眼 什么内容 你就要自己做出 比他更好的内容来 事实上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在YouTube上 当然有黄标 什么的 就是说除非你明显违法了 不然你没有办法 让他就是禁止收看 所以如果你要你的 就是好的 有自发性的 让你的观众 能够参与的 而且并不浮夸的内容 有很多人去看的话 你就要学着比那些 就是浮夸的那些 还要更有吸引力 那这个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 这是一门专业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常常说的是 媒体素养 而不是媒体试读 媒体试读是 你去看得懂媒体 媒体素养是 你能制作媒体 你能够去 自己变成一个媒体人 自己produce media 那所以我会建议说 就是也成为一个YouTuber 然后就是去了解到说 YouTube的逻辑 然后呢 你也不一定要在那个平台上 我并不是只鼓励那个平台 但是了解到那个逻辑 然后那个逻辑 对于创作者所加出的限制 他可以给创作者的一些工具 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始了解到说 为什么说 好比像说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有人这个 一个礼拜七天 每天录七分钟 这个他随便想到什么 就录什么等等 那样子的YouTuber 就是比较知识型的 这个网红啊 就是知情喜气啊 那在这个情况下 那在这个情况下 为什么他能够在那个情况下 加上他那个日常生活频道 明明就是没有什么 非常耸动的东西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支持者 那这个就可以 你如果自己是producer 你就可以开始看到他的运气 他的配色 他的做法等等 当然还有他的那群党徒 朋友们 最快乐无法党 就是包含这个就是 博恩啊 或者是视网膜啊 或者是挖急啊 等等 当然每个都有不同的风格 但是就是 就是内行开门道 所以除非你自己成为YouTuber 也设定过直播 也真的就是冲去某个 你觉得比较值得注意的现场直播 不然的话你很难看透 为什么他们可以很成功地经营这种 不是anti-social 而是pro-social的这种media 那所以我是很鼓励你 就自己也成为直播主张 谢谢 谢谢 为了鼓励学生发言 最后一个提问 1 2 等下 1 2 3 3 4 3 4 好 好 Consult 打秀 对不起 请你说一下自己的学校 regard 拔到国小 我们对机器人学习很有兴趣 那不然请委员您给我们一些 关于我们未来学习章讲的建议 对于什么学习 当然刚刚讲到的那个scratch 还是很重要 就是因为 因为它虽然是一个非营利的一个组织跟一个计划 不过它整个计划是由乐高独家赞助 所以Squatch的程式设计看起来就跟乐高很像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有玩乐高的习惯的话 或者是类似的对积木的东西的习惯的话 你把那样子一种 你要做一个很大的城堡 或者是什么之前 你要先去想它的结构 要怎么样彼此支持 每一块砖头要放在哪里 才不会看起来很奇怪 或者倒下来等等 这种东西在城市设计上也是一样的 为什么城市设计是叫设计 就是因为你要先去设想 然后去计划 这个是Design Thinking的第一个timement 就是我们去想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先去设想各种不同的状况 然后你要去计划说 你怎么样用一个设计 去满足各种各样不同的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呢 如果你有玩乐高的习惯 或者是你有玩Squatch 就有一点像是在电脑上的乐高的习惯的话 在你实际碰到机器人的套件 比如说Mainstorm Arduino Rasperry Pi 等等套件的时候 你才可以去想说 你这些机器人在这个环境里面 它到底要达到什么事情 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等等 因为有设计思考的习惯会带着你去问 有类似问题的人 然后大家都需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做出这个东西解决大家的需要 我举一个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就是他创立一个叫做Rails Girls 就是专门教大家写一些软硬体结合的一些程式 但主要是给女生 那他就有一个班级 就是专门是给年轻的妈妈 那其中有一个妈妈 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是这样 就是他的小孩有分离焦虑 那他只要去巷口的杂货店买个东西 小孩就会哭个不停 那但是他的小孩就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重 所以他也不是很喜欢说 因为老板背着他 然后去杂货店买东西 因为明明才几步路而已 那所以他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LED的一个技术器 那这个技术器就是跟他的运动手环联动 所以呢 他的小孩就可以知道妈妈到底离家里有几步 那所以他就知道说 去杂货店就是在 比方说500步外 所以那个技术器就会跳 一二三四这样慢慢跳到500 然后呢500再往下 然后慢慢倒扣到0 那所以就是他可以好像跟着妈妈一样 看到他走到打火店 然后再回来 他也知道他不会超过500 因为他妈妈不会跑到更远的地方 就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 如果你有一个很明确要解决的问题的话 你只要学可能两个礼拜 大概就可以写得出这样子一个技术器来 因为你旁边的都不用学 你专门学解决这个问题 所需要的程式 那但是这个问题 真的是解决了他的生活问题 而且他就变成就是他的这个家喻户晓的 他的街坊都来问他说 也不会能够帮我们做一个 因为我们也碰到类似的问题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学习 不管是机器人也好 或者我们刚刚讲的辅助是智能 assistive intelligence也好 都是从生活上的问题触发 然后先去累积那种用跌勒高设计思考的这个习惯 来这样子学习起来就会比较方便 谢谢 我想今天这里呈现的是非典型的有效教学 这里是打破界限的快乐学习 但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很有限 最后我们要请唐凤正伟委员来鼓励一下现场的老师们 校长们以及教育人员 就大家辛苦了 我们这个设计的新课纲造成了各位的很大的挑战 但是我们知道新课纲是比较偏任务心的课纲 所以就是我们设计不周之处 我们也不一定要去回去改总纲 大家帮忙改好就好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我们创作的一个过程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万事万物都有缺口了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那我们在整个包含课发会课程会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说越来越多的学生 他自己也想要当这个学习课程的这个设计者 那好比像说我们前两天才举办的一个协作会议 讲的就是说母语 就是在这里应该是台语 我们那一场这场台语 就是他的师资的那个认定跟取得 因为你到了比较高的学习阶段 其实还有读写的部分 但是目前的这种比较是好像尖刻的这个做法 他比较能够处理也是听说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有非常多 就是在意母语真心的朋友们 很多都非常年轻 就是国中生或高中生 很多高中生 主要是高中生 都有强烈的意见 这个课程会也是这样 都有强烈的意见 那但是就是说 不是说会炒的有糖吃 而是说会炒的我们要到厨房 大家一起炒糖吃 那就是从寇布的炒变成火布的炒 就是在台南就是炒再多糖 都会有人吃掉 这个我们非常的了解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如果你的学生 尤其是比较高的学习阶段 对你的学校的课堂会 真的意见非常多的话 也可以考虑参考我们写作会议的方法 真的是说 那这个新课堂也是很找我们麻烦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 然后去找出这个学校 去拥有它的一个特色 那我想这个对学生来讲 就是一个最好的共同创作性的学习的经验 大概想美丽大家 谢谢 谢谢文在世热烈的掌声 谢谢 奥迪为我们带来 今天的讲座 请政委员先回座 我喜欢这句话 万事万物都有缺口 这些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让我想到web That there be light 那接下来我们要邀请局长上海来 为我们今天的名家讲座做一个总结 我们掌声欢迎局长 政委还有各位好伙伴 以及线上的朋友 我想刚刚聆听了我们政委可以说 谈笑风声 滔滔不绝 那我想这一场的演讲 大家应该心得很多 我有一些感想 那我想第一个我的感想是 我们不能以现在看未来 我们一定要以未来看现在 我想唐政委是从自学到今天 那么他对国家的奉献 我想大家是无庸置疑的 事实上当我们的教育的体制 是过于僵化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是忽略了 我们应该以未来看世界 以未来来看现在 所以当我们知道未来的资讯科技的发展 是一个趋势的时候 我们在AI的时代 我们在5G甚至未来6G 7G 8G的时代 我们如何去善用资讯科技 让我们的学习力 还有老师的教学力 展现更大的活力 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前瞻的 所以现在的流行用语 前瞻也好 或是超前部署也好 事实上都是用未来来看现在 那当我们有这样的视野的时候 我们现在离未来的缺口有多大 那我们就必须要去超前做好准备 所以刚刚其实非常敬佩 而且我学到我们政维 用slido的这样的演讲 所以好像也有线上的朋友说 slido实上就是一个未来 也许我们老师可以尝试着去使用的 翻转教学的模式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线上 老师可以录制好 让学生先回去看 那在现场跟学生互动 或者是线上的互动的时候 其实就是以他们的问题 那么来进行讨论 我现在还学到slido 它有几个特性 第一个 它以多数人的意见 那么为优先回答的一种方式 它的游戏规则 那么事实上让更多人呢 想要了解的问题 那即使可以回应 那它是以听者为中心 而不是以讲者为中心 这个也就是我们教育里面 所谓的 以学生为中心 现在的普世教学的价值 所以这一种的概念 真的非常的棒 那么也因为这样的 以学生为中心 所以听者的主动性 动机一定很强 所以我稍微瞄了一下 我相信现场人没有半个人 那么眼睛是离开我们唐真伟的 除非你在做笔记 像我一样 那我们现场人 也一定不会离开他的座位 因为太精彩 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教学模式 让我有学习非常的多 那我想我们这一次的主题 用科技学习力 事实上我们的目标 其实也就是以未来看现在 是我们希望在教学现场 我们事先为我们的老师跟学生 做好前瞻准备 所以我们只要善用自信 然后让科技也能够融入 那我们就可以创造更多教与学 的一个可能性 那当然需要条件 那我们老师是第一个重点 再来就是硬体的建制 网络的建制 还有软体的建制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台南会 逐步努力 那部里面那么也在前章规划 那我们呢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那么实际上就如同刚才有人提问到的 我们的理念是不会忽略教育的公平性 那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势必会有些困难 那我们的理念就是广步推行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抱怨 我们必须要事先做准备 从每一个人开始 那我想这个部分呢 的确从我们唐正伟的一席演讲 我们应该有更多的一个心理感想 那线上呢 刚刚我同典跟我讲 大概有2376位 那么已经在上线 去年1500 今年已经突破了2000 事实上还可能还有一些人 他们未来会用同步的 非同步的方式 那么来把我们这次所直播 那么录制的 或是线上他们上传的这些教学的一些资源 那么去做分享 发挥的影响力应该是更大 那么最后我想自信科技的实弹 也就是平行时空的实弹 最近的韩剧 永远的君主 它是平行的宇宙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创造平行的时空 所以我们不要怀疑未来的世界 未来的教室 它是无眼而不见的一个实弹 我想我们台湾是愿意持续努力 那么在这里也再次谢谢我们唐振伟 也谢谢所有教育伙伴 大家的付出 我们创造了一个不可能 我们创造了我们台湾教育的 在防疫期间 那么善用资讯科技 让延续持续不停止 让我们的学习不中断的一个模式 再次献得给大家 希望大家收获满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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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